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姐知不知道艾草的台语要怎么讲 兄 兄 对 就是兄弟姐妹的那个胸的发音 兄 兄 对 这是高低音这样的区别 那像他 他也是衣草 也是石草 那他还可以做很 有很多用处 就是在植物里面 他是用出最广的 我们现在用的这就是芸桃蝎 芸桃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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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气比较够很香 h 它也是一种天然的保存剂 床材 这种作草就会比较容易保存 像艾草嫩葉的部分 一般我們習俗裡面 就是都會起來做草果粿 然後 你小孩媽媽就是都這樣割就對了 對 小孩媽媽就是 割我們說我們艾草 來做粿子 煎軟 生的部分 煎軟來吃 然後在我們民間的習俗裡面 就是這個煎蛋的時候 像我們一些小女生 有時候經營起來的時候 會有不舒服 吃這個都可以做好的改善 小的時候媽媽都會這樣教就對了 對 小時候媽媽他們都這樣子說的 現在我們這道料理是艾草蒸蝦 就是裡面有我們先鋪海鹽 然後再把艾草鋪上來 然後再把蝦鋪上去就是了 對 然後這樣子 可以吃到新鮮的美味的蝦子 還可以吃到豐富的艾草的元素 所以它等於是用艾草蒸出來的就對了 對 好嗎 對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謝謝 我們